马上关注一下光光本人非常喜欢的台湾女子天团SHE 那说到这三个女孩呢真是各有各的特点呢 Colina呢甜美可爱绝对是少年少男的杀手 黑斌呢是冷艳动人正上一个冰美人 Ella呢个性非常像男孩子让男人和女人都无法抗击她的亲和力 曾经十年以来呢SHE可以说是已经在歌坛闯下了半壁江山了 而在感情方面呢三个女生最近也是桃花旺的很啊 不久前呢Colina男友公开在演唱会上向她表白 正式向大家宣布Colina破离单身了 最近呢好像Ella男友也意外被曝光了 看来这个大大类的女生也是名画有主了 那除了在感情方面大丰收之外呢 Ella和演程序合作的偶像剧《就想爱着你》 也即将登陆内地的银屏 最近呢两人就一起亮相北京的媒体见面会了 那对待戏中的男友和现实生活当中的男友 Ella会有哪些区别呢 《就想爱着你》讲述了Ella饰演的落魄富家女杨果 在阴差阳错之间来到游言程序扮演的大律师 孝宇平家中担任保姆 两人从最开始的争吵不断到逐渐产生感情 真心相爱 在经历了一连串的考验之后 洗劫两人的故事 你要是多花点时间在游戏上就不会这样了 不是每一个人都像你一样 用钱来衡量一切失误好不好 我姐常说如果要骂一个人人写机车用户型 尊这帮大律师就对了 我是幼稚圆老师 你就是大律师 我 我告诉你 如果我姐认识你的话 你会觉得你的大名 可以取而代之 而且是有过之而呼不及 再见 因为首次扮演情侣 平常少言寡语的严成旭和活泼开朗的Ella 也成了非常知心的朋友 Ella向媒体爆料 其实严成旭私底下并非总是一副酷酷的样子 其实我跟你讲 后来我才发现说 他其实玩起来比我还要爱玩 然后他很爱欺负我 有时候我会觉得 以前都是我在欺负人 然后这个戏就变成他在欺负我 真的有点像是报应 他爱出我腋下 比如说我腋下约有汗 然后就这样子 闹闹丝丝的之类的 很讨厌 就很调片 很讨厌 没有就是工作起来就很开心 对啦 其实是大家玩得很开心 Ella一向和帅哥有缘 并与之前合作的男星一再传出绯闻 此番和言成旭合作 两人看上去也是亲密无间 言成旭更向记者表露 Ella证实自己喜欢的类型 当然喜欢啊 因为我想她这种就是 很会关心人 然后真的还蛮常在人家需要的时候 给人家一些力量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家都会喜欢的女生 那这时候我当时会找这样子 会啊 如果有机会的话 她还在打我 哎呀 你再告白吧 Ella 你再一直听一讲的 那如果告白的话 我会试着看看 帅哥主动示爱 但是可惜Ella已经名花有主了 因为早前媒体已经踢爆了 她和台湾金融新贵 赵氏裔秘密密交往一年多 而两人的相识 正是由Selina男友张承忠介绍 昨天是Ella新恋情曝光后 首度念的媒体 大家也都想问个明白 不过抗拒公开讨论恋情的她 一听到是否交男友的问题时 脸色明显一撑 之后勉强挤出笑容回应 谢谢两次 其经纪人赶紧出来挡架 宣布采访结束 先锋记者北京报道 英系生爱